我这几天刚到印度尼西亚 对这边还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打算今天熟悉熟悉这里 我觉得你如果打算了解一个国家 最先应该看的就是这个地方的物价 以及当地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所以今天我要去几个地方 包括这里的华人聚集区 以及市场之类的地方 同时今天再次开启200元挑战之旅 好久没有开启了 又是200元挑战 看看200元在印度尼西亚的购买力有多少 看看200元在印度尼西亚的这个首都雅加达 能花多久 雅加达的早餐 这家客家面馆关门了 哎呀 其实现在都已经快十一点了 但是这边很多地方还没开门 这边这人好像都不太热衷于吃早餐 其实也有可能是我来错地方了 这个地方就不是吃早餐的地儿 这边也没有早餐 只有前面的KFC有早餐 哈喽 哈喽 姑妈她的吗 OK 看一下这边的肯德基早餐 吃个那个吧 那个感觉不错啊 可我可以买吗 可以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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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OK 这边的肯德基早餐 然后一口咖啡 一口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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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也挺喜欢的 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很好吃 也不是说很难吃 纯是为了生存早餐 前面有一个哈里哈里帕萨 帕萨就是市场的意思 本地人告诉我 他们买菜啊 买这些蔬菜啊什么的 水果肉都在这里的地方买 这个地方是一个商城 进去瞅烟物价吧 商城开局就是蜜雪国际 蜜雪国际这么火吗 然后这一楼就是常规的商城 咱们直接去三楼吧 这边的超市都在三楼 开局是水果区 这是什么 这是梨吗 他们这是100克100克卖的 5999 苹果2999 100克 这边卖东西有意思啊 小橘子2388 100克 苹果3500克 苹果3500克 100克 苹果3500克 他们这都是按100克算的 这是贵还是不贵啊 算不出来了呢 蘿蜜 1,600克 100克 1,900克 鲤鱼 8300克 8300克 明天见8300克 白菜,2,200 大头菜,2,000 羊柿子,2,000 西瓜,这一块,17,000 这种黄色的西瓜,好像是27,000 口辣,4,700 4,700的话,算便宜的 饮料这边挺便宜 最便宜的牛奶好像是这个,27,000 最便宜的鸡蛋,35,000 接近36,000 好一点的37,000 都是这种10个装的 这应该是鸭蛋吧,皮蛋,皮蛋38,000 这边牛肉啥的好像就一两万 大米好一点的,11万,最好的是13万 是这个品牌 Suta,Suta 最便宜的是6万,好像是这边下面的,这些是6万 哦,这是5公斤的 都是5公斤的 这边虾好像挺贵的吧 8,100克 各种鱼 各种鱼 这种一升左右的油,应该是一升,一升左右的油基本上就是6万 这边布局挺有意思的 这边就是卖洗衣粉的 卖洗面团的 然后旁边就卖饼干的 有意思吧 这个是面粉吧 这种一袋的 一公斤 14,000 看着像面粉 找了半天奥利奥,原来在这儿 8,100克 8,100克 奥利奥挺便宜 这边别的东西贵不贵我不知道 但是奥利奥和口辣这边是便宜 哇,这么多人啊 找一个没有人的 他好像没有什么东西 这边的二楼全是卖手机的 OPPO VIVO 然后那边全是VIVO VIVO这么火吗 印尼这地铁站挺有意思呀 看到了吗 1卡路里,2卡路里 3卡路里 你每走一步 有意思吧 我听说这边有一个免费的观光车可以坐 我听说这边有一个免费的观光车可以坐 就丑业 就在前面 这个好像就是免费的观光车 但是这个免费的观光车不是双城的呀 而且排这么多人 哇,这得排到什么时候啊 好像就是在这个地方坐 免费,它有好多线路 这线路 但这排的人也太多了吧 全是人 你们也知道我 像这种排队的事情 我基本排不了 性格孤僻 让我排队吃饭 或者排队看景点什么的 排不了 就这么看一眼吧 这样看也挺漂亮的 防顾一下四周 但是有一句话 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 叫做贼不走通 这边有个本土的汉堡品牌 CFC 我一直想去吃 这就有点类似咱们国内的 华莱士的这种感觉 去吃点 可以吃什么 腿更香 一羚烤 就是2羊 2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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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羊 2羊 不,你喝茶或素材吗? 你可以改变成,你有Coke Zero吗? Coke Zero, Zero Sprite? 对,Sprite 这一边和KFC好像也没便宜多少 8万3,还有一个什么没上 吃一口这个炸鸡啊 我本来以为这边会便宜点 像国内华莱士,它比KFC便宜 但没想到没便宜 这个鸡肉感觉和肯德基没有太大区别 好像好吃一点 也可能是我心理作用 但是这个米饭 这个米饭是比肯德基 我早上吃的那个肯德基米饭好吃 看 它这个饭为了方便抓取 它做的很,就是有点像糯米的感觉 就是黏的,你看,非常方便抓取 看到了吧?尝一口这个洋葱圈啊 它真是用洋葱做的,兄弟们 球员 这个味道很复杂 就是外层是淀粉,里边是洋葱 真的是洋葱 什么味道呢? 很复杂 但还挺好吃 这个看着像鸡柳,球员 这鸡肉怎么没味呢? 咸大味没 这个就是常规的鱼馆 哎呀,又吃饱一顿饭 感谢铁粉,感谢大哥大姐 让壮帝又吃上了一口饱饭 既然咱们坐不上观光巴士 那咱们就去做一把普通巴士 就在前面,做一把普通巴士 这个就是印度尼西亚的巴士站 它叫BRT 坐一把 这边路上还有马车 好神奇啊,兄弟们 这么多人啊 好神奇啊 急死我了兄弟们 我看等的人那么少 本以为没人坐呢 没想到那么多人 到这还得换乘一下子 兄弟们 他这边的车有两节 一个是男的车 一个是女性坐的车 我刚才非常的尴尬 坐到了女性车厢 然后那个人告诉我 那个人告诉我 男性车厢在后边 OK,谢谢 刚才直接射死 直接尴尬死 他这边是 男的是不可以坐 好像有的车是 男的是不可以坐 女性车厢 然后 但是很多这些女性呢 他可以坐男性的车厢上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我前两天 发现的一个好地方 中国城 这边的 你看这边 浓融的这种 华人气息 春联 我估计 我发出来这条视频的时候 应该是 也是新年了 祝各位 大兄弟 大妹子们 新年快乐 这边的中国城 和之前其他国家的 中国城 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 因为这边的中国城 更多的是一些 来了一百多年的这种 老移民建的 就是这些华裔们的聚集区 它不像现在的一些 就是突然有一批这些移民 他建的那种新的中国城 而是这种 一百多年 或者几百年的这种 老移民建的这种聚集区 这里边好像还有一个市场 去瞅业 全是卖水果的 香蕉 但是上面没标价啊 我也不好意思问啊 这个地方就有点像 你去了广东的某个什么 城中村之类的地方 你看 球衣 这前面好像啥也没有了 这个市场挺短的 没有想象中的长 Hello 还有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这边的华人 跟马来西亚那边的华人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马来西亚的华人 基本上绝大多数都能讲中文 但是这边的华人 很多都讲不了中文了 这个地方挺漂亮的 你能在这边看到这么漂亮的 华人风格的建筑挺壮观 这好像是一个商城 我还是第一次在海外见到中国风的商城 咱进去里边看一看 看看里边卖啥 和其他地方的商城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这边的商城挺有意思 不让抽烟 不让吃东西 不让带宠物 不让带枪 即使不让带枪也可以理解 不让扔垃圾也可以理解 但是不让带汉兵鞋是什么意思 这边的商城怎么有一种熟悉的味道 金店 咱国内是不是有这样 一楼金店 化妆品 它这边还有卖吃的的 然后二楼就是什么卖衣服 卖女装 三楼开始卖男装 这边的衣服好像还挺便宜 三万五一件 三件的话是十万卢比 那边还有五万的 上二楼去看一下 这个二楼能看到这个俯瞰这个玄境 这个商城还是挺小的 你看 从这个地方一直到那个地方 就没了 结束了 这下面还有卖春联什么的这些 诶 这二楼倒闭了 二楼怎么倒闭的这么多呢 这个二楼的店铺 基本上全关着 毛巾十七万 毛巾十四万 既然二楼都关了 三楼应该也关了吧 好像三楼也全关了 这边是三楼 三楼好像连灯都关了 再向四楼去看一看 四楼好多人都往上面走 你看 四楼可能有什么别的东西 四楼好像是一个美食广场 挺漂亮 这美食广场 怪不得这么多人往上走 但是 我准备去吃一家非常好吃的 另一家店铺 就不在这吃了 这边还有个蜜雪国际 可以可以 这边也是三千二十万 这种名书 这边也是三千二十万 这种名书 啊 strawberry ice cream 看这边有什么 草莓味的没吃过 八千 珍珠奶茶 十九 一万九 柠檬一万二 一万二 Thank you 瞅一眼 这边的蜜雪冰城 居然有草莓味的 从来没吃过草莓味的 哇 炒莓味的真好吃 比那个白色的那个 好吃太多了 这个就是印尼十二月份最大的特点 三十分钟前 可能太阳高照 三十分钟后 就开始下起了大雨 在这个商城旁边 有一个宝藏美食街 我在里面聚丑夜 正好我也饿了 吃点饭到里边 一些圆头 以ço的 我也是被别人推荐过来的 就是这家 这家面特别好吃 我刚吃过 今天再来吃一次 就是这个虾面 这家老板 是一个马来西亚华人 你要一份 哪里就 随便 哪边就行 兄弟们,这个面 用两字形容,就是绝了 它这个是那种 日本的那种拉面 有点儿类似,但肯定不是 但是我之前说过 一个面的精髓就是在这个汤 汤加这个汤 就是海鲜汤 就是虾汤,特别的咸 哇,我从来没喝过 这么好喝的汤,兄弟们 我把汤都给干了 这家的 这个面是真的,用两字形容 绝了,好吃到爆炸 结账,准备撤退 三万五 三万五对啊 这个,这个少一万五给你 最下面的 OK,这个是五万嘛 你拿这个五千的,OK 谢谢,好 耶 耶 这边怎么只有我欢呼呢 这地方挺好 挺有意思啊,人挺多 前面这个是 雅加达历史博物馆 这前面有个广场 有的时候就会有表演 好像是周五周六周日吧 今天周五 人真多呀,印尼这地方真是人口大国 到了这种地方 你就能看到这些印尼的年轻的男女 但是也是很少 在这个地方就是这种触对象啊 谈恋爱的 我听说在穆斯林的这个教义里边 就是 婚前的这种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 我是这么听说的 防顾一下 四周 前面这个建筑好漂亮啊 它好有特色呀 你看这个树,把这个建筑包裹 然后在上面这个雕像 真漂亮这个建筑啊 然后你再看下面 下面好像这个地方是可以走的 但是不太想下雪 那边好多垃圾 但这个地方应该算是印尼 比较好一点的这种河流了 因为这个地方毕竟是 旁边就是旅游景点 哇,你看这些建筑啊 你看前面这个房子 它有点像咱国内的这种棋楼 上面住人,下面住生意 但是它比棋楼高很多 然后你看这个 在雅加达这边 因为雅加达这边也经历过殖民时代 就是荷兰的殖民时代 所以你能看到很多这种 荷兰的这种建筑 兄弟们,我都是看资料说的 我并不知道什么是 什么样的是荷兰建筑 我只是看了资料 哦,这个是荷兰市的建筑 所以别骂我呗,兄弟们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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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